帥气坐上跑车 但她可不是showgirl 今年33岁的黄小姐 正式晉升跑车车主 这台车是雪佛兰的C7 那它有6.2公升 然后增压这样 就是写个晶片啊 像马力机这样子 对 然后交友专业的人 来帮我试车这样子 交车之后 马上准备进入改车环节 一般跑车改装 最多人先从改写电脑 下手卡前引擎避震器 通通要跟着升旗 一切完成之后 油门一踩 我们立刻东倒西歪 但这可不是胡乱飙车 而是试车员 正在做的马力测试 像马力的话 就是油门补的那种感觉 那种贴背感 对 那种感觉 然后再来就是过弯的时候 改之前跟改之后 我们譬如说它过弯的时候 可能速度多少 我们就差不多的速度在过弯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更稳定这样 除了测试马力提升程度 改完后的卡前 制动力能不能跟上 都是试车员的重要工作 而除了改装车以外 原厂新车也需要试车员存在 第一步先测试车辆操控性 至于加速度够不够 车辆刚性稳不稳 数据一丝一毫 都被试车员牢牢记下 最后送回原厂调教 目前国内试车员 拥有S级驾照的车手 大约10位 薪资约在5万到10万元不等 对于他们来说 从新车身上挑毛病 就是对车厂的最大帮助 也是这样的细心调教 才能让每一位车主 拥有最棒的驾驶体验 三线网线有淘汰报道